你們基隆人是怎麼看的 其實我覺得國民黨還有包含民眾黨 在這一次我們公民團體的行動當中 他們都一直把基隆市民當作一種生物特有種 就是他們認為基隆市民的發聲跟表態 都不會經過大腦思考判斷 你在大腦思考判斷之前 你會經過一個政黨色彩跟政治立場 你才會去做表態 那你跟我國民黨或是跟我民眾黨不一樣的 那你就一定是民進黨 他們從一開始就在抹這件事情 對這其實是讓所有基隆市民最憤怒的是 我們今天是要來討論市政 還有就是基隆市政府發言人 我覺得他的不只有楊寶貞的薪水領得很輕鬆 就基隆市政府的發言人 他的薪水也領得很輕鬆 你講的是那個余志明還是呂慶惟 呂慶惟就是每一次新聞報導他的時候 就是訪問然後他都會講說 我們專心市政不做任何評論 永遠都只有這句話 但是從來沒有對我們提出的問題 來去做正面的回應 我覺得國民黨跟民眾黨 在二階後期做的這個舉動 就是他把他拉抬到了全國政治的對決 他這個動作其實是在告訴全台灣的人民說 你們所有人民你們要做任何表態 跟你們有任何立場之前 你一定會先有政黨選擇 這件事情其實在告訴大家說 你們的核心思想根本跟共產黨一模一樣 因為只有共產黨在發表言論之前 才會先自我審查 我今天講的話到底符不符合黨的利益 我才會說出口 他們根本不認為人民會有自由發聲的權利 這是基隆市民最憤怒的一件事情 一開始我是從採訪糾息的時候發現 他們那個國門行動是不是 你們是反國門摩天輪這件事情 然後開始有關注到說 那請問一下這個市長究竟做的如何 慢慢的累積追加發現 真的不得了 所以後面才有更多更多有志之士 大家結束會嘛對不對 摩天輪跟罷免謝國陽其實是不同議題 對就是但是我們摩天輪是從那個 摩天輪這件事開始去檢視謝國陽市長 他立往來的所作所為 那摩天輪的那個group 你是其中一個成員嘛 對對對 那你們那個group有多少人呢 就大家有這樣共同想法 我們其實才四個人 那你們四個就抱這個摩天輪氣死我了這樣 因為我們還是在屬於討論議題的過程中 那其實剛才有講到說謝國陽市長 他有沒有來回應公民團體的這些聲音 其實他從來都沒有 而且他在所有就是市民朋友對他的政策 或者是他施政方向有任何疑問的時候 他在臉書上把我們的帳號都封鎖了 而且我以為我以為我一開始以為 就是我們摩天輪應該是初代機器人 但是後來就是認識加入志工團體之後 認識了一些志工朋友 他們說他們早在半年前就是市長在一些頒獎典禮上 然後他沒有待到最後 他沒有一個一個頒獎 然後他是就是叫大家大集合 然後他就走了 他就走人了 然後那些家長就覺得很生氣 明明我的小孩要領獎 可是為什麼 因為對很多人來講這個榮耀只有一次 對對對 然後但市長就是好像就做做樣子就走了 然後就有一些家長就是在臉書上問說 為什麼市長就跑掉什麼 結果那些家長 那些媽媽們 他們也被封鎖了 就是我那時候很吃驚的是 原來我以為我自己是初代 他們是零代機器人 就是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他封鎖民意 然後就是說 他都沒有聽到所有反對的聲音 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有關於像是趙燒康去嘛 然後之前呢 許巧鑫他不是開始講說 我們這些立委啊 還有什麼 還有縣市首長啊 知名的政治人物啊 一百的都要下去的時候 那時候 因為你們還沒有到這個最後的 收見的尾聲 那時候有什麼樣的反應 然後到現在呢 趙燒康這禮拜 說禮拜天要到基隆去宣講 然後帶著許巧鑫 帶著王鴻威 你們基隆人是怎麼看的 其實我覺得國民黨 還有包含民眾黨 在這一次我們公民團體的行動當中 他們都一直把基隆市民 當作一種生物特有種 就是他們認為基隆市民的發聲跟表態 都不會經過大腦思考判斷 你在大腦思考判斷之前 你會經過一個政黨色彩跟政治立場 你才會去做表態 那你跟我國民黨 或是跟我民眾黨不一樣的 那你就一定是民進黨 他們從一開始就在抹這件事情 對 這其實是讓所有基隆市民 最憤怒的是 我們今天是要來討論市政 還有就是基隆市政府發言人 我覺得他的 不只有楊寶貞的薪水 領得很輕鬆 就基隆市政府的發言人 他的薪水也領得很輕鬆 你講的是那個余志銘還是呂慶惟 呂慶惟 就是每一次新聞報導他的時候 就是訪問然後他都會講說 我們專心市政不做任何評論 永遠都只有這句話 但是從來沒有對我們提出的問題 來去做正面的回應 專心市政然後不做評論 專心市政每天都要做的 所以他有回答到你們的問題嗎 就是完全都沒有 對 然後我覺得國民黨跟民眾黨 在二階後期做的這個舉動 就是他把他拉抬到了全國政治的這個對決 他這個動作其實是在告訴全台灣的人民說 你們所有人民 你們要做任何表態跟你們有任何立場之前 你一定會先有政黨選擇 這件事情其實在告訴大家說 你們的核心思想根本跟共產黨一模一樣 因為只有共產黨在發表言論之前 才會先自我審查我今天講的話 到底符不符合黨的利益我才會說出口 他們根本不認為人民會有自由發聲的權利 這是基隆市民最憤怒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你們憤怒的事情其實點滿多的 因為我只要問一件讓你會生氣的事情了 你們的那個連署 真的是大顆冬 四顆冬 然後到處去 我看到很多志工就是穿著那個背心 甚至包括跑到台北來 然後可能在一些轉運的點 捷運站的出入口 各處尋找基隆人 可是他說你們那個連署是假的 是這樣黑白簽簽的 慶差那個可能有一份資料 或是什麼名冊 然後你們就簽一簽 就有很多人都被你們連署了 如果可以我們也不會曬到都黑了 有 因為我覺得你今天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上去我們舒嬅師化妝 臉稍微還是跟貴雅一樣是白白的 可是手沒有辦法品嘗 手都曬黑了 然後昨天錦安他也是有 在社群上有發文說 如果連署是一個抄一抄就好的事情 我們小蜜蜂應該站得點的位置 叫做南榮公墓 因為那邊死人最多 名冊拿來抄一抄 這樣我們最方便 對 那所有的志工 其實如果大家有在 不管是Dress或是FB上 都可以看到我們志工 這一路以來的心得 就是在我們上禮拜六 達標之後的這個心得 就是每個人風吹日曬雨淋 被警察盤問 然後被反對者攻擊 這些都是有影片 有照片可以為證的 就是所以 你警告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 你總統選不上 你就不要輸不起 再來蹭這個聲量了 什麼叫做抄一抄 你小時候作業抄得不夠多 有那個叮影嗎 智商157不用不用 好 那我請教 你剛剛有講到說 警察來盤問這件事 我們之前也有討論過 那警察盤問 你覺得他其實是 因為我前兩天有跟你聊 你說是一種技術性的干擾 是不是 對 因為我們其實 小蜜蜂他要把握那個 通勤的人潮的高峰期 所以我們的小蜜蜂 大家可以去看我們 公告都還在我們社群上 大概是晚上六點到八點的時間 那警察一來他一問一答 然後那個僵持之下 他其實就會花掉我們 十幾二十分鐘 甚至更多搞不好 對 然後你警察好 他如果沒有怎麼樣 他離開了嘛 可是旁邊在看的民眾 他更不敢靠近了 對 所以我們前面收聯署書 真的是收得非常非常的辛苦 還有他佔去你的那個 大半小時的時間 你本來可以撈的那一些 人家早就遊回家了 我就算沒有給他簽 我們至少還可以發發傳單 對 對 所以那個真的是技術性感染 那比較困惑的是 不知道為什麼 台北市的警察 也在關心這件事情 他現在在幹嘛 我從這個 在搬盆檢 他在搬盆檢 他的意思是說 他們七月起有一個什麼 盆栽整潔專案 然後就說人行道上 可能有人有一些盆栽啊 他就去撿一個鞋子 把那些盆栽從這個地方搬走 搬到邊邊角角 從那個地方搬走 搬到邊邊角角 基隆的問題是這個盆栽嗎 他的意思是說 就是基隆的道路比較狹小 然後騎樓空間有限 所以要呼籲大家把那個空間清出來 但是又回到了 那他為什麼要喊出電動機車 要五萬台這個政策 那到時候要停在哪裡 空間到底在哪裡 你把他盆栽移走 然後停電動機車嗎 挖東牆補西牆的概念 然後剛才我也想要回應說 其實謝國良市長 他並沒有所謂的什麼低調這件事情 就是阿居他的一個發言 他其實在強調的是 基隆市政府現在就是一個 黨政不分的狀態 我們看他的那個什麼四方聯盟 裡面要搶救謝國良 他把基隆市政府納進去了 然後在我們發動 罷免這個行動的時候 國民黨四黨部的發言人 他講了一句話 當時我們以為他是失言 但看起來不是 他早就那個司馬昭之心 招然若見 他當時講說 如果要罷免謝國良 他們就要發動 罷免民進黨籍的議員 因為這些議員經常表達意見 而且沒有互黨產 那個新聞畫面有 他說這些議員都沒有在互黨產 而且經常在議會表達意見 對 那現在再對應到 他們現在的這個四方聯盟 還把基隆市政府納進去 我們就會很困惑說 所以現在我們大基隆市 自己獨立在台灣之外了嗎 這是讓人家覺得說 那 真的要 他們不是針對要罷免的是民進黨的嗎 對不對 他們要罷免 民進黨要戶什麼黨產 民進黨黨產在哪裡 黨產在哪裡 交出來 交出來 中央黨部現在還在付房租 全陣子跟 不賴理解 我們也沒有黨產 民進黨黨產就無爭 哇 總共產 但這個我剛好想講一下 就很好笑 就是說謝國良現在其實 看得出來他的策略 他想要 等於說想要洗白 他好生機的 趕快來搬一下盆栽 這個市長好親民 可能接下來可能還要去 扶老太太過馬路 還去做善事 可能去淨灘 好啦OK 因為市長想要搶救他的形象 這是他的自由 問題說這跟國民黨 現在的策略對照起來 可能到時候就有出現一個 很好笑的狀況 因為國民黨現在主張熱戰 對 所以可能到時候 欸 這個人七八月暑假 我們就看到謝國良 一邊搬盆栽 扶老太太過馬路 然後徐曉星跟林桃交到基隆 罷免通知委 他們罷一個 我們罷五個 然後謝國良旁邊搬盆栽 然後趙超開 罷免民進黨 報復星罷免不可去 就變成說 怎麼好像兩個世界投資 很錯亂很違和 這個我還是要補充一下 吳征就不了解國民黨的策略 我們是要分進合集 對 市政上搬盆栽 那個仇恨子叫別人幫謝國良累積 謝國良自己低調 問題是 你們在基隆留下的仇恨子 最後都是找謝國良督小 對 不會的 致公感謝巧欣跟林桃跟葉原子 台灣的民眾都非常的善良的 我覺得不會這樣子仇恨的一個棒 你看Juji他們都感謝巧欣 林桃葉原子 感謝他們讓我們的曝光度大增 因為有一些媒體本來都還沒有報導這件事 然後現在徐曉星 葉原子 林桃跳進來了之後 全部都在報導這件事情 我們志公現在比較輕鬆一點 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有人幫你們做宣傳 真的非常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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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